两名劫匪带上头头 合力将女人绑进车内带到郊外的房子 爱丽丝被扔在床上 劫匪将她牢牢控制 另外一人连忙用绳子绑住她的四肢 两名劫匪刚刚刑满释放 而爱丽丝是一名富二代千金二人决定干票大 找富豪勒索赎金 成了可以拿钱归隐山林 败了可以回到熟悉的监狱 两头不亏的买卖 劫匪表示 劫财不劫色 要钱不要命 只要爱丽丝好好配合 就不会伤害她 说着就给爱丽丝取下毒嘴的塞子 谁知她一口咬在劫匪手上劫匪赤筒 直接就是一巴掌 这才老实下来 安心喝水 喝完水还贴心地给她接尿 真是服务到位 谁叫爱丽丝是他们的摇钱送呢 晚饭过后 劫匪老马打电话给富豪 富豪同意给赎金 但是要确保爱丽丝还活着 想让她接电话 可经验丰富的老马 察觉到电话内头有警察 长时间通话 会被追踪定位 于是决定给富豪录视频 他要求富豪明早就去取钱 不连号 散钱 不追踪 不做记号 真是老狐狸 可旁边的劫匪小帅 听到警察 就显得有点慌张 二人伤害完 便要爱丽丝配合拍视频 否则就杀了她 录完视频 劫匪十分满意 二人决定分头行动 老马出门联系富豪 小帅则负责看守爱丽丝 女人绑在床上无法动态 她痛苦挣扎 劫匪意识到她想上洗手间 于是把桶拿进房间让她方便 拿枪抵住她的头 避免她趁机逃跑 爱丽丝借口 有人看着拉不出来 让小帅转过身去 小帅无奈 刚转过身 谁知爱丽丝抄起地上的尿筒 就朝她的头砸了过去 趁机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枪 小帅半天才反应过来 连忙冲上去抢夺手枪 被爱丽丝一脚踹翻在地 爱丽丝用手枪指着小帅大喊 见小帅不回头 直接就是一颗花生米 可惜没有打中 小帅见大事不妙 连忙摘下面罩 爱丽丝大吃一惊 劫匪竟然是自己的男朋友 爱丽丝让小帅赶紧放了她 可小帅表示 你爸有那么多钱 又不肯给你 把你爸钱骗出来 咱俩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现在就利用老马 把二百万赎金搞到手 而且老马并不知道二人的关系 小帅要她配合演戏 谈话间 敲门声响起 老马回来了 爱丽丝只好妥协 小帅又重新将她绑在床上 把混乱的房间收拾好 因为久久没有开门 老马气急败坏 生怕到手的猎物逃走了 第二天 老马正在给爱丽丝喂早饭 小帅突然注意到 掉在地上的蛋壳 担心昨天的事情败露 这要是被老马发现 还能活着走出这里 这时老马不小心把卵打翻在地 勺子就掉在了蛋壳旁边 小帅反应那叫一个迅速 连勺子带蛋壳一起捡了起来 差点小命不饱 小帅把蛋壳丢进马桶 可是怎么也冲不下去 听见频繁的冲水声 老马开始怀疑 没有办法 只能将马桶里的蛋壳掏出来 老马在外面催促 小帅急得焦头烂了 情急之下 只能将蛋壳吞进肚子 这味道简直尴尬的 趁着老马再次出门 小帅给爱丽丝松绑 还贴心地给她揉脚 并把老马和自己的计划 全盘拖出 可爱丽丝觉得小帅并不靠谱 决定自己逃走 她趁机将小帅拷在床头 转身往外跑 却发现大门被锁住 她只好拿起手机报警 可警方无法确定位置 只能靠自己了 她拿起桌上的手枪 威胁小帅交出钥匙 趁爱丽丝拿钥匙 小帅直接一脚 接一巴掌 抢到手枪 反客为主 爱丽丝再一次被制服 老马办完事回来 爱丽丝的父亲已经准备好钱 可以进行交易 她让小帅去准备车 而她自己去给爱丽丝松绑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 爱丽丝兜里掉出来一部手机 劫匪抡起拳头挥在女人脸上 质问她怎么会有手机 爱丽丝宛如带宰 她不知如何是好 劫匪看到她已经和警方通话 气急败坏拿出匕首 对准她的脸 爱丽丝叫出男友的名字 劫匪意识到她和同伙认识 还没等她想明白 注意到墙上的子弹 老马取出墙上的子弹 找爱丽丝对质 她只好一五一十地将事情交代 顺带挑拨劫匪二人的关系 她表示小帅找她演戏 想要独吞二百万赎金 听到这些 老马坐在一旁怀疑人生 自己忙前忙后 那小子竟然玩音的 他心里已经有了算盘 但是明面上 他没有直接戳穿小帅 而是表现的什么也没发生 按照原计划 给爱丽丝来上一针麻药 她挣扎了几下陷入昏迷 二人将她严严实实地打包 然后转移到仓库 随后根据约定 前往森林拿赎金 老马让小帅去拿钱 自己放风 结果小帅掀开盖子一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原来这是老马的圈套 老马用枪指着她 小帅毫不犹豫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地求饶 趁着老马放松警惕 一把将她推到 直接开跑 俗话说 时不知外枪快 时不知内枪又快又准 小帅还没跑出去几个 老马两颗花生米招呼上 走过去查看 发现人影都没有 收拾完小帅 老马也成功拿到了200万赎金 心狠手辣的她 决定杀人灭口 回到仓库 正准备动手 突然小帅冲了出来 一脚将老马踢出两名眼 随后捡起地上的手枪 直接来了个角色互换 这回轮到老马求饶 小帅差点被感动 直接两枪带走 爱丽丝以为自己得救 可以和小帅私奔了 没想到小帅见钱眼开 根本不管她的死活 开着车带着赎金 头也不回地走了 幻想着自己终于成了百万富翁 仓库里 老马还没有死透 俗话说 人质将死 奇言也善 临死前还将手铐钥匙给了爱丽丝 也算是基因得了 爱丽丝终于逃了出来 光着脚丫子走在路上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前方小帅由于太激动 出车祸领了盒饭 真是有命拿钱没命花 电影的最后 爱丽丝看着车内的钞票 开着车扬长而去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不要为了财富 而去触犯法律 一旦动了贪念 将走上一条不归路 这就是电影 爱丽丝的失踪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点关注 下期视频见